各位家長你好,以下是有關應用學習課程的介紹。 應用學習是有價值的高中選修科目, 著重實用的學習元素,與寬廣專業與職業領域連繫,理論與實踐並重。 透過模擬或真實的情境來發展學生的知識、共通能力、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學生可以從中加深認識職業專才教育,幫助他們為未來升學及就業作好準備。 應用學習與其他高中科目相互相成,構成名活的科目組合,豐富學生的科目選擇。 應用學習屬於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月類科目,由課程提供機構發展,並由該機構認可的導師教授。 應用學習不切公開考試,評估工作由有關課程提供機構執行。 香港考試及評估局則負責調整課程提供機構提交的評估成績。 2022至2024年度,即2024年民憑市應用學習有52個課程。 課程涵蓋創意學習、媒體及傳義、商業、管理及法律、服務、應用科學及工程及生產六個範疇。 另切跨學習範疇的課程,當中包括應用學習、職業英語及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 應用學習課程的課時為180小時,而應用學習中文課程的課時為270小時。 2020年及2021年的施政報告中,關題及政府會進一步推廣應用學習。 2020年,推廣職業專才教育專責小組及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分別就應用學習的發展提出建議, 包括繼續透過應用學習、推廣職專教育、加強業界夥伴協助及職場體驗。 進一步推廣應用學習為有價值的高中選修科目,例如提供更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提早於中四級開始推行應用學習, 以及放課學生修讀應用學習作為第四個選修科目的資助申請資格等。 為提供多元化的課程,應用學習在2022至2024年開辦了9個新的課程,並涵蓋不同範疇。有關詳情,請參與應用學習網頁。 應用學習配合核心科目、選修科目和其他學習經歷,構成靈活的科目組合,提供學習理論和實踐的機會,以照顧學生不同的學習需要,令學生體驗多元化的學習經歷。 例如,修讀化學和生物高中選修科目的同學,可以修讀應用學習醫務化驗科學課程, 闊闊選修科的學習範圍,豐富相關的學習經歷。 而應用學習課程,亦能夠銜接大專院校的課程。 例如,修讀應用學習、電腦遊戲及動畫設計或數碼漫畫設計與製作課程的同學, 可以考慮升讀大專院校的設計或計算機科學等相關科目。 事實上,修讀應用學習可以推動多元出路。 以下是部分畢業於應用學習課程學生的升學路徑。 可見修讀應用學習課程,有助學生及早接觸與專業及職業相關領域, 亦能為學生未來的升學打好基礎。 目前,應用學習科目的學生成績匯報細分為三級,分別為達標。 達標並表現優移一,和達標並表現優移二。 達標並表現優移一,和達標並表現優移二的表現水平, 分別被視為等同香港中學文章考試格類科目第三級及第四級或以上的成績。 至於應用學習中文,則分為達標,和達標並表現優移兩個等級。 另外,在過去三個年度,所有應用學習課程已在陸於知力明冊, 屬於知力架構第三級的證書課程。 因此,完成應用學習課程而成績達標的學生, 可獲課程提供機構頒發知力架構第三級證書。 有關升學方面,整體來說,學生報讀學士學位課程時, 各大專院校認同學生在應用學習所累積的學習經驗。 而個別院校、學院或課程,會以應用學習科目作為選修科目, 達到第二級或以上的成績,就可以報讀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課程。 每名學生可以提交最多兩個應用學習科目的成績, 報讀該等課程。 至於報讀專上教育課程時,應用學習中文的成績 一般會獲接納為其他中國語文科之力,但不會被視為選修科目。 因此,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和絕大部分專上學院 都接納應用學習中文的達標成績,為非華語學生報讀課程所需的 其他中國語文科之力的基本等級要求。 有關就業方面,公務員事務局在聘任公務員時, 會接受應用學習科目在香港中學文憑的成績。 同時,亦接納應用學習中文的達標, 及達標並表現優異的成績, 為符合有關公務員職級的中文語文能力要求。 接著會介紹有關應用學習課程的安排。 哪一個年級的學生可以報讀應用學習課程呢? 有興趣的學生可以在中三報名,在中四至中五收讀。 應用學習課程上課的安排是怎樣呢? 應用學習課程的上課安排分為模式一和模式二。 模式一是主要安排在星期六在課程提供機構的場地進行, 並由該機構認可的導師教授。 而模式二主要在開辦課程的學校進行, 亦由該機構認可的導師教授。 而有關開辦的應用學習課程和連級由學校決定。 學生應該怎樣選擇應用學習課程? 學生在選科前,可以先了解應用學習課程的內容和收讀安排, 並且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志向選讀合適的應用學習課程。 每名學生可以申請和收讀最多兩個應用學習課程。 符合特定情況的非華語學生, 另可收讀一個應用學習中文課程。 收讀應用學習課程,需不需要支付課程費用呢? 在資助中學、官立中學、按位津貼學校、 直接資助計劃中學和設有高中班級的特殊學校, 收讀由課程發展議會所編定, 並由教育局公佈之高中課程的學生, 將獲教育局全數資助課程費用。 2022至24年度應用學習課程報名的日期為 2022年2月22日至4月12日。 應用學習導引課程和虛擬展覽均會於3月份舉行, 讓學生體驗應用學習課程, 以及幫助學校、老師和家長了解應用學習課程的內容和特色, 從而協助學生作出知情的課程選擇。 另外,我們亦會舉辦初中導引課程, 讓學生及早了解不同行業或專業和應用學習課程。 有關詳情請留意教育局應用學習網頁。 應用學習組製作了不同的宣傳刊物, 例如海報、概覽、宣傳短片, 以及舉辦了不同的活動, 例如虛擬展覽等, 以提高大眾對應用學習的認識。 相關的宣傳刊物和活動, 可以瀏覽教育局應用學習網頁。 應用學習課程的介紹完結。 如果有查詢,歡迎與應用學習組聯絡。 多謝各位! 請留意!